孩子的成长过程 陪伴很重要 尤其会跟主要照顾者建立依附关系 小孩子会比较 较温顺 情味的话 他就会一直都喜欢情味 然后你就不喜欢喝奶瓶 所以他就会一直黏着妈妈 两位妈妈育儿过程有个共通点 他们都是亲自补喂母乳 孩子带着顺便照顾 只要出现粘人讨爆的行为 很容易被贴上母乳宝宝 不独立爱粘人的标签 主要照顾者也有可能是阿嬷或其他人 宝宝六七个月大开始妊娠 这是最初期的分离焦虑 一岁时达到高峰 小朋友也不是全期都是依赖的 他可能会有阶段性的 可能在某一个时期的时候 他会有比较强烈的那种分离焦虑感 那在这段时期 他可能就会锁定某一个 他觉得比较能够让他觉得安心的这个人 无论喝母乳与否 分离焦虑是每位孩子都曾经历的 但母乳可为妈妈宝宝之间 带来亲密的依附关系 安定感有助于孩子 任后情绪与社交的建立 大家新闻来被宣估激动 台中报道